I wanna take you to a place not very far from here 迪士尼电影《花木兰》宣布要拍真人版后,选角就十分令人瞩目 目前女主角花木兰已确定由刘亦菲饰演,而近日又公开了许多大咖加入的消息 包括巩力、李连杰、甄子丹都会在里头现身《花木兰》,动 画版在1998年上映,真人版预计会在今年8月开拍,取景地点包括中国与纽西兰 剧情经过大幅改写,全剧要等到2020年才会上映 新一波角色名单中,释放出了巩力、李连杰、甄子丹都会参演的消息 巩力会饰演里头一个充满力量的反派女巫,这也是动画版里没有出现过的角色 《功夫皇帝》,李连杰这次真的饰演电影中的皇帝,负责下令军队出征,对抗反派 武打明星甄子丹则饰演木兰在军中的指导者通,负责训练她的武术 另外,还有越南籍华裔的演员克萨南棠饰演木兰的姐妹 看来真人版的故事会跟动画有很不同的剧情发展 不过,其实小编最好奇的,就是木区龙到底给谁演,笑,迪士尼的真人版电影 在过去都有非常亮眼的票房成绩,在加入这么多大卡司后,看来发展也值得期待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波浪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